大概把上個禮拜的重點再稍微說一下 每一次上課的影片其實都在論壇裡面 剩下的部分就是你們可能要自己在花時間 那今天的話應該是第10次上課 所以呢 1到9次的上課內容 我是把它放在這邊 所以你每一次上課 有些地方如果有講過 我建議就是一定要會的 因為像這種 函數 還有像VBA 差一個地方做錯的話 後面其實就會做不出來 而且後面如果你要把它做 這個綜合在一起使用的話 那可能要能夠取一反三 那恐怕還是除了要會之外還要熟練 因為熟練度蠻重要的 那當然你可以把這些東西全部串在一起 自然而然你對於 資料的處理上的效率 絕對就會比別人來的更快 比如說像上個禮拜 我們主要是針對那個人事考評的那個 範例 做一個改寫的部分 那主要改什麼呢 就是把原來每次 需要重複做那些公式 如果你假設不希望 每次都重新再做一次公式 因為好像有七個欄位 那七個欄位的資料 如果你假設要重新再做過一遍的話 那其實還蠻花時間的 比如說像柱酸有沒有 這邊一個嘛 這個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也是V的 所以前三個都V的環數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平均 然後再計算成績 然後再合計之後的話算名次 總共有七個欄位 除了七個欄位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七個欄位之外 還有我們就是 跨工作表 所以呢 每一個工作表如果今天我都希望可以自動完成的話 當然你需要做一個什麼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基本上就是 寫這個 這個VPA程式 那程式部分的話 當然第一個 我們先把那個清除給寫出來 然後再寫考評 所以其實 一個功能就是一個按鈕 一個按鈕的話 其實基本上就是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當然我希望按下這個按鈕之後 可以把這邊的資料全部清空的話 還記得吧 這個還蠻常會用到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你的工作裡面 有些欄位的資料會重複 去做那些公式 那其實你就可以利用同樣的方式 那當然呢 清除跟考評 其實它的價格都一樣 所以上個禮拜記得吧 我們是先開啟那個開發人員 然後在裡面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這個模組裡面的話 我們就是把那個程式給寫上去 有兩個程式嘛 所以需要寫兩個sup 那這個程式嘛 假設你 如果忘掉的話呢 也沒關係啦 其實你在雲端白板上面呢 我都要把那個程式都貼在這上面啦 所以其實 至少呢 如果你剛開始 程式不熟的話 至少你要能夠找到 那個 我放程式的地方 所以你打開之後 你可以找到那個名稱一樣是什麼 Vid環數人事考評這個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呢 其實程式就在上面啦 那這個前面的部分是公式 那程式部分就這兩個 這個sup 跟這個sup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呢 把這個sup就清楚 頭是這個sup 尾巴的話是n的sup 所以這一段就是我們第一個按鈕 那你可以把Ctrl C 對不對 第一個按鈕就OK了 貼到哪裡呢 記得喔 貼到module裡面喔 OK 貼上去 這個就第一個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考評 考評的話呢 就這一段 所以問假設吧 上禮拜寫的 假設你沒有存到檔 沒關係啦 上面其實都有 那把它貼上就好了 然後呢 最後再 因為你如果有一個sup 你就對應到一個按鈕 所以呢這個按鈕呢 其實就是 執行什麼 執行這個考評 這個清除就執行 這一段程式 有沒有 所以兩個sup 就是兩個按鈕 那當我按下這個清除的時候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幫我跑回圈啦 這個回圈範圍就是 第3列到第40列 那這3到40列 指著什麼 就是這個範圍 第3 到第40列 要做什麼呢 幫我把 B欄 總共有7個欄位 把 BDE KLMM 有沒有 這每一個儲存格 幫我把它清掉 有沒有 所以 執行他之後 他會做什麼事呢 把這些一個一個的把它清掉 按一下清除 有沒有發現 這些東西都不見 有沒有 那清掉之後 如果假設要把公式再重新恢復的話 那上個禮拜有講吧 其實 就可以把上面的這個清除複製貼過來改個考頻 而且你會發現城市基本上漲的幾乎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後面需要輸出公式 這個公式裡面的話 可能就是直接從 A3 應該是從B3這邊公式 直接貼過來 那記得改個地方 就是原來是什麼 A3吧 把這個3改成I 所以執行的話 烤平按下去 有沒有就恢復了 所以 以後如果假設你有這樣的 一個功能需求的話 那就是 你可以怎麼樣 反正寫兩個按鈕 然後你就直接 就可以執行 OK 類似像這樣 那這個算是最基本的 當然 我們後來又寫了那個跨工作表 不過跨工作表難度又更高了 OK 如果假設 你單一個工作表OK之後 那你多工作表也OK的話 那其實能做的事情就很多 甚至未來 不只是工作表 你也可以工作簿 工作簿的話有以Sail檔案 那也就是你常 同學常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你有很多以Sail檔案 那也變成你要重複做 重複開 開了之後 做完之後關起來 開關開關開關 那如果你假設你有以Sail100個檔案的話 你可能都做一樣的事情 那其實你一樣的動作 其實你就可以再寫一個那個什麼 寫一個 回圈 然後呢 看你有幾個檔案 你就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再看裡面有幾個工作表 那反正就做一樣的事情而已 所以呢 上個禮拜呢 有沒有我們就是 把這兩個做出來之後呢 然後呢 再給這個其他的 其他的那個 工作表用 不過 如果你假設要把這兩個按鈕 給其他工作表用的話 那會遇到一個問題 比如說我把這兩個 複製的話 記得按Ctrl鍵 再去點它 Ctrl鍵 再點它 然後再Ctrl鍵 記得Ctrl鍵按住 再點它 然後你可以Ctrl C 感受C就把這兩個按鈕呢 如果我要給領主用的話 有沒有 還記得吧 直接把它這邊點一下 貼上 感受VK OK 有沒有這邊就有了 但是執行下去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然後試一下 清楚看看 清楚有 我有Walk 但是呢 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它跑到40就停下來了 為什麼呢 很簡單嘛 因為 我們的這個地方 固定就給它到40 所以如果假設你是跨工作表應用的話 那你一定要接 接下來一定要學會那個向下追蹤 的寫法 還細的吧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這個以後不是說只是 工作上這些都很 必須一定要學之外 我覺得你除了要知道 而且要熟練 所以假設你這個不熟 我建議你 反正這個好像我們都講很多遍了 剩下就是你要把它熟練 我覺得像很重要的 像回圈 像向下追蹤 像插入一個I 這個很重要 你可能我覺得你要多練習 練習久了你以後就會懂得 熟能生巧 所以 還記得吧 這邊我好像就是向下追蹤 那向下追蹤模擬 其實就是游標放在A3 那你說放A1 也可以的 之前還要放A1 不過Ctrl向下一定會失敗 它會停在A3 那不對 所以理論上應該放A3 Ctrl向下 會比較OK 它會動 它會跳到101 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我要寫向下追蹤 改 適時的這個數字的話 那我怎麼寫呢 還記得吧 我建議這個把它背起來 Ranch 意思就是儲存格放在A3上面 然後向下追蹤的話就點 End的話就是Ctrl鍵 然後Ctrl鍵 然後前刮弧 就是看你要方向上下左右 Ctrl向上 這個向下 向左 向右 他其實有很多方向追蹤 像Ctrl鍵 他喜歡用up 當然我喜歡用dump 這個沒關係啦 反正看哪一個 反正追蹤到OK 然後呢 我用追蹤到之後呢 取得它的利益的位置 點入就可以了 好 這多打幾遍你就熟了 那一樣的方式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 拿來用這樣 你會把它清除這樣 應該就可以全清空了 我看一下清除剛剛好像就清到 清到40 那如果假設呢 我改了之後 那我們再清除看看啦 不過我是建議如果你假設不確定對還是不對 你可以按F8 F8 就是足行跑 那F8的作用 主要就是你游標可以把它放在那個 你停 住的程式上方 他會告訴你說呢 你目前的 這個資料 比如這個變數裡面得到的資料是什麼 有沒有後面會跟你講說 這個得到的結果等於什麼 1011有沒有 那就說應該沒錯 因為現在我是在哪個工作表呢 在 領主這個工作表 所以其實沒有問題 然後呢 AE現在還沒執行 所以按F8之後 AE他會先從3開始 所以他會先把第3列幫我清 所以呢他會幫我把第3列到101列 全部清空 執行一下 OK 理論上 剛剛底下好像沒清空 從40有沒有 那現在因為呢 我向下追蹤應該OK了 那考評一樣啦 考評你執行的話 他也會出現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他一樣會到40 所以呢如果假設 我要 把考評也變正 長的話 那我必須怎麼樣 把這邊一樣複製貼過來 這樣也OK了 可是呢他會衍生出另外一個問題 哪個問題呢 就是 這個RANK.EQ有沒有 RANK.EQ的函數呢 他的那個 範圍 我們之前一樣 就是 Reference 參考的範圍 就是第3列到11樣 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事實 他也是固定的 所以你執行 但這邊改了應該 他會跑的範圍是對的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個應該會往下跑 所以你會發現 他跑到101列就停下來了 OK 那理論上 B D E K L M M 這幾籃應該都對 但是 N籃不對 為什麼N籃不對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那個公式 公式的話呢應該是 M3 他的合計結果 那名次的範圍應該是M3 到哪裡呢 到 不是事實 應該他的範圍到101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這邊要把他改成101 不然的話如果你沒有改101的話 他一定會出錯 OK所以你把他打勾了 理論上這個打勾向下填滿就OK了 底下應該就對了 可是問題你不是說用手動的方式改 而是說你希望改那個 程式 讓他也可以一體適用的話 那其實 你可以 可以猜得出來了 這個101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數 最向下追蹤得到的列 的數字喔 所以我們上個以外有做一件事 我這邊可以用 這邊也要用的話 那其實我還記得吧 我後來有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R 因為 這個變數 需要給兩個地方 以上的地方用的話 一般會建議就是說你可以建一個變數名稱 把這個值呢 先塞到 這個R的變數裡面 然後再把R放在哪裡呢 拿來第一次使用 那第二次使用的話呢 這邊一樣 適時選起來 然後刷一套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個R 就把R串在 這個 資料的中間 這個文字的中間 然後記得AND前後再加空白 好 那這樣應該就OK了 所以如果這個把它做完之後 理論上呢 我把它清除掉好了 OK清除掉之後的話呢 那自然而然 我清這個有點慢 OK 那清完之後的話呢 如果輸出 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有沒有 這個底下啦 不過看一下公司就知道了 這邊就變一零一了 底下都一樣 所以 領主 辦事員 助理員 都一樣 所以這個再按Ctrl鍵 有沒有 然後點兩下 Ctrl C 然後辦事員 辦事員貼上好了 貼這邊 然後 助理員 也貼上 這樣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助理員清除好了 在執行 也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兩個程式 就可以變成 四個工作表都可以用 四個工作表都可以用 有沒有 所以我們等於是 考評跟清除 四個工作表 假設你要個別去清除 個別輸出的話 他的結果應該就會是正確的 有沒有 清除 考評 OK 但是 最後好像我們有做了一個 就是說 跨工作表 OK 所以你們請各位先 複習一下 這個還蠻重要的 那基本上 我其實剛剛城市有修改 所以原來的城市 本來沒有加這個向下追蹤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在雲端白板上面 第幾頁 第3頁的地方 原來這邊我是寫成事實 然後這個事實 還有這邊的事實 尤其這邊 再加一個初級 放大一下 OK 這邊 尤其這個地方 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向下追蹤 所以 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這個不會 將來說真的你要應用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講過了 VBA其實說真的 他 也沒有那麼難 但是就是要做熟練 而且也不能做錯 OK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把上個禮拜 每一個工作表的部分 稍微再複習一下 甚至的話 跨工作表 待會我們再複習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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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